《逆境同行守護心靈》 3月25日 討告日誌 我們這群逆境中同行的人 都要善用我們的嘴巴 向憂愁的人說安慰的話 向沮喪的人說一些造就的話 向每一個人說熟靈的話 詩篇第十二篇 耶和華求你幫助 因虔誠人斷絕了 世人中間忠信的人消失了 人人向輪舍說謊 他們說話嘴唇誘惑 口心不一 願耶和華剪除一切誘惑的嘴唇 誇大的舌頭 他們說我們必能以舌頭取勝 我們的嘴唇是自己的 誰能作我們的主呢? 耶和華因為困苦人的冤屈 或貧窮人的嘆息 我現在要起來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募的穩妥之地 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正的言語 如同銀子在泥造的牢中練過七次 耶和華你必保護他們 你必保護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 卑鄙的人在世上中高升時 就有惡人四處橫行 很想大家有兩方面思想 我們聽到一些不盡不實的虛假謊言 有什麼感受呢? 而我們的嘴唇和舌頭 能夠常常去說祝福和造就人的說話嗎? 我們會不會這樣想 虛荒不實的說話 多說幾次會令人信以為真? 妖言或眾的說話 傳多幾趟就會令人跟隨? 口甜舌滑的說話 經常出口就會收買人心? 但我們相信 唯有神的說話 就像精煉的銀子一樣 純正聖結沒有瑕疵 不但能夠潔淨我們的心靈 也能夠提升我們的品格 更能夠辨別是非 我們要述說神的說話 談論神至善的真理 讓我們成為一個造就別人的人 我們繼續為這三件事討告 第一件事是求主去保護前線的醫護 讓他們有足夠保護的裝備 我們有健康的身心靈 無後顧之憂的照顧病患者 也求主去幫助家居防疫期間 克服我們不能出外 缺乏社交 一些影響負面的情緒 讓我們能夠享受獨處 也求主幫助我們 嘗試想神的說話 嘴唇述說神的真理 舌頭說出造就人的話 我叫他最好 謝謝你 看你 我叫他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